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影片的20分鐘課程 就是練習如何做我們的Sun Salutation 就是我們的拜日式 最傳統的時候 通常都只是早上才會做Sun Salutation 我們是Salute the Sun 拜日 但現在很多課程都會 就算是晚上做 都會利用Sun Salutation 這個動作就可以開始 產生點熱力在我們的身體 還有我們的呼吸和身體 就可以開始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課程 就可以開始練習 開始break down每一個動作 我們可以比較熟悉這個 sequence 到時做快一點的課程的時候 都不會覺得混亂 而且已經熟悉了 所以我們準備開始 來到我們把脚趾前面 先把我們的腳趾 舉起 然後抹大 保持著抹大這個感覺 由尾指開始 把脚趾放下來 我們把脚趾上高 所以這個動作呢 叫我們的Yuri Tos 可以打開那個Surface Area 讓我們的基礎可以打得更穩 腳是大概和我們的跨位一樣闊的 可以將我們的肩膀在這裡鬆一鬆 心口打開 大腿在這裡鎖住 拉長 頭蓋向上拉 將脊椎拉長 兩邊腰繼續向上拉 感覺到我們的Udiyana Bandha 那個核心的力量開始鎖住 在我們的Tadasana Mountain Pose 在這裡深呼吸 收拾心情 準備來到我們的Surface A Sun Salutation A 全程都繼續保持著我們的深呼吸 那麼多 我們的大腿一直繼續鎖住 下一次吸氣可以將雙手舉起 雙手合掌 頭可以繼續向前望 或者開始向上望 呼氣的胸口帶前 開始向前彎 Forward forward 腹部大腿可以貼住 頭放鬆 吸氣Halfway lift 90度角 停腰 胸口在這裡打開 手指來到小腿前 呼氣Forward fold 還有兩次吸氣Halfway lift 所以背部和腳好像一個90度角 呼氣Forward fold 最後一次 吸氣Halfway lift flap back 腰挺直 繼續感覺到兩邊腰在這裡拉長 呼氣Forward fold 下一次吸氣 腳可以慢慢一步一步踏回向後面 或者可以一大步踏回向後面 Planck 平板 第一個可以一起將膝蓋落地 所以這裡注意 儘量不要被下盆倒下來 或者跌高了 所以想確保我們上半身都是一條直線 所以這裡靠我們的核心力量在這裡鎖住 肩膀保持放鬆 下次呼氣一個半掌上壓的動作 Cattaranga 保持著手腕貼著身體 慢慢把身體落地 吸氣 腳面一直推開 把雙手舉起 把胸口抬起 開始帶點熱力來到我們的下腰和背部 鍛鍛鍊背部的肌肉 所以有三次的 最後一次吸氣 呼氣慢慢下來 下一次吸氣 腳趾反過來 雙手撐開雙手 腹肌鎖住 可以先將左骨坐下向腳踏 然後呼氣 才令到你的downward facing dog 將下盆向上推 倒轉了V字形 特別是今天第一個down dog 可以保持著膝蓋彎曲 將腳踏舉起 先找到脊椎拉長這個感覺 讓我們的肩膀向下拉離開耳朵 感覺到脊椎每一節中間都有空間 如果可以保持著脊椎拉長這個感覺 才慢慢開始將雙腳一步一步地打開 打開我們的小腿 大腿 腳踏 腳腕 下一次吸氣 塞一個彎曲頭向前往 呼氣腳慢慢踏回向前面 好慢動作一步一步地踏回向前面 每一步腳踏都會落地的 繼續打開我們的小腿 好吸氣 Halfway lift 又是那個90度角 呼氣forward fold 頭放鬆 下一次吸氣 核心的力量鎖住 胸口大前開始站起來 雙手舉起合掌 頭向前或者向上 呼吸氣 深呼吸氣 深呼吸氣 雙手拉回來中間 胸口前面 可以起到眉眼 三次深呼吸的時間 回來我們的山座 Tadasana Mountain Pose 休息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 準備好就來到第二次的Sree Namaskar A 一模一樣的Sequence 吸氣 上手打開 舉起 頭向前或者向上望 呼氣forward fold Full plank Swan Dive 心口大前 腹部 大腿貼住 吸氣Halfway lift 挺腰 頭蓋一直往前拉 或是頭可以往前或向上望 如果頸非常沒人站起 呼氣forward fold 吸氣 腿直接踏去後面 或是可以保持 一步一步地踏在後面 膝蓋又是可以落地 或是準備好的話 可以留起Full Plank 呼氣就是Half Push Up 半張雙眼的動作 吸氣可以重複剛才的Baby Cobra 或者今次可以來到Cobra 這裡注意盡量不要讓我們的肩膀縮起了 靠耳朵 所以一直將它向後向下拉 就算雙手要踏前一點 離開你的身體一點也不要緊 這樣就可以打開我們的背部 有些後彎的動作 如果脖子可能開始向前或向上望 呼氣慢慢躺下來 吸氣 雙手撐開脖子 呼氣Downward Facing Dog 又是倒轉了V字 記住可以保持膝頭的彎曲就這樣留在這裡 或者又一步一步地打開Down Dog 頭永遠都是看著腳趾或膝頭 讓我們的脖子可以完全放鬆 肩膀繼續向下拉 離開耳朵 下次吸氣 雙手撐開彎曲 呼氣腳又可以踏回前面 或者一步一步地走向前面 FORWARD FAULT 吸氣 Halfway Lift 90度角 Flat Back Flat Back 頸拉長 呼氣 Forward FAULT 吸氣 Reverse Swan Dive 核心力量鎖住 上手打開 胸口大前面 站起身 手合張 頭向前或上膜 呼氣 沉默 雙手回到胸口前面 今次一次深呼吸的時間在這裡 休息 下一次吸氣 雙手再舉起 今次可能做少許 Back Bend 的動作 記住腹肌要鎖住 保護著腰 後彎的動作 胸口打開 呼氣 Forward FAULT 吸氣 Halfway Lift 腰挺直 可能今次可以保持著手指 貼住我們的脚 但一定要保持著腰挺直 這個感覺 不要讓背部有彎 或者拱起的感覺 呼氣 Forward FAULT 吸氣 今次腳又可以踏回後面 或者可以輕輕一起跳回後面 平板 又是膝蓋隨時可以落地 或者今次 保持著我們的 Plank 平板的動作 看能不能全程保持 身體是一條直線的 胸口然後腹部落地 吸氣可以 Baby Cobra Cobra 或者 Upward Facing Dog 只是我們腳面 和手掌貼著脚 儘量不要讓下盆抬起 這是 Back Bend 的動作 後彎的動作 所以保持下盆是沉不下來的 下一次吸氣腳趾反過來 然後下半又可以向上推 反過來 Downward Facing Dog 所以剛才那個 Upward Facing Dog 全部都只可以Option 讓你選擇 或者那個 Halfway Lift 的90度角 又是手指可以來到小腿前 或者來到進席 自己感受下哪一個動作 會舒服一點的 在你的身體裡面 慢慢腳又打回去前面 吸氣 呼氣就 Forward Fold 下一次吸氣 Halfway Lift 又是手指來到小腿前 或者把脚挺腰 呼氣 Forward Fold 吸氣 Reverse One Dive 上手打開 三口大前 腹肌鎖住 站起來 上手合掌 可能做回我們那個 Back Bend 的動作 然後呼氣 三口大前 雙手有合掌 今次有五次的深呼吸時間在這裡休息 回一回起 讓心跳和呼吸平靜下來先 記住我們的Katadasana 所以大腿是繼續有力的 好來到我們的Sri Namaskar B Sun Salutation B 所以下一次吸氣 雙手可以掃起 掃來到我們的Oat Katasana Chepers 好像掃在透明燈上 看能不能把我們的腳趾舉起 所以重心最主要是在我們的腳跟 下盆輕輕向下 尾胸骨折下來 然後好像把腋骨和腋位拉近一點 把腹肌鎖住 保護我們的腰 吸氣的時候 可以把胸口和雙手抬高一點 跟著 扶起雙手合掌 用回向前面 FORWARD FOLD 用這裡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扶起HALFWAY LIFT 手指來到一隻 或者小腿 FLAP BACK 90倒閣 扶起FORWARD FOLD 扶起腳又踏回向前面 或者走回後面 跟著 扶起手頭骨落地 HALF PUSH UP 半掌上壓 記住手掌一直 攬回身體 吸氣 Baby Cobra Cobra 或者UPWARD FACING DOG 心口保持打開 扶起 慢慢下來 吸氣 半掌上壓 推回身體 然後扶起DOWWARD FACING DOG 選擇一個舒服的DOWWARD FACING DOG 可能是就這樣 留起中間 不動 所以腳踏開始向下推 下一次吸氣 就將雙腳走回前面 或者踏回前面 吸氣 下回LIFT 呼氣FORWARD FAULT 下一次吸氣 返回我們的Chaper 雙手又掃起 坐在我們的透明燈上 下盆輕輕向下 跟著可以站起來 雙手合張 又帶回來 胸口前面 又是三次深呼吸的時間 又在這裡休息 還有兩次我們這一個Sequence 又是一模一樣的 隨著自己呼吸就可以了 不需要急的 如果這個太快的話 就這樣脫回自己的呼吸 不一定要跟著這個節奏 所以吸氣上手掃起 扶起 扶起FAULT 吸氣下回LIFT 90度角 停腰 頸拉出 扶起FAULT 吸氣腳 可以走回後面 踏回後面 或者輕輕跳回後面 平板 插手角 隨時可以落地 扶起HALF PUSH UP 看看HALF PUSH UP 可不可以把胸口 跟著腹部才落地 或者可能中有一天 可以同時間一起落地 其實都是慢慢在鍛鍊 跟著我們手臂的力 先 BABY COBRA Cobra 或者UPWARD FACING DOG HALF PUSH UP 吸氣 然後扶起DOWNWARD FACING DOG 又是在這裡鬆一鬆 或者就這樣留回去中間 或者保持縮得個彎曲 下次吸氣 雙腳 塞到個彎曲 扶起 踏回前面 FORWARD FAULT 吸氣 HALF WAY LIFT FLAP BACK 扶起 FORWARD FAULT 吸氣 HALF WAY LIFT 停腰 吸氣 HALF WAY LIFT 停腰 吸氣 FORWARD FAULT 腹部大腿貼著 吸氣 HALF WAY LIFT 停腰 停腰 吸氣 FORWARD FAULT 吸氣 FORWARD FAULT 頭放鬆 吸氣 腳走回後面 打回後面 或者輕輕跳回後面 平板 吸氣 HALF PUSH UP 看看可不可以保持一條直線 吸氣 BABY CURRA CURRA 或FAULT FACING DOG 把胸口打開 吸氣 可以把雙腳 自己反過來 或者可能今次可以直接滑過你的腳趾上 又是多一個option 讓你自己選擇 就是選擇 在這裡鬆一鬆 腳 所以如果剛才做過一個腳趾的動作 一定要很小心 記住 我們的腹肌要鎖住 我們不想傷到 我們的腳趾 那些骨 或者關節 所以我們今次上來的時候 如果想試試跳回上來 看可不可以輕輕力跳回前面 所以盡量 集中力不是要把雙腳踏向前面 跳向前面 而是看看可不可以把我們的下盆抬起 所以抬起 在這裡吸氣 然後呼氣 雙腳就慢慢可以自然 輕輕地跳回前面 就算雙腳沒有辦法來到 我們手也不要緊 可以慢慢把雙腳踏向前面 走向前面 所以可以練習幾次的 或者可以就這樣 把雙腳踏向前面 或者走向前面 也可以 可以 所以下次吸氣 Chapos Utukitasana 然後又站起來 收合像 呼氣 Samashtiri 然後回到我們的山座 Tadasana 雙手回到身體旁邊 可能在這裡鬆一鬆 可能把口氣 嘆出來 所以這裡可以選擇 只用今天這個課程來做warm up 直接來到你平時其他的 可能難度高一點的動作 或者可以利用現在這段時間來休息 來我們的大休息 所以可能今天的大休息 是就這樣坐起來來到我們的Sukhasana 一個舒服的座姿 或者可能是躺在背部上高 我們的Butterfly Legs 腳板合在一起 膝蓋打開 又或者是我們的大休息動作 Shavasana 腳趾腳腕自然打開 手掌向上 全身都放鬆 無論選擇哪一個最後的休息動作都好 都比全身的肌肉完全放鬆 無論今天做這個課程的時候 是做了哪些動作 哪一個option 無論跟不跟得上的節奏 或者需要 將個video 暫停pulse 然後rewind 看幾多次 都好都不要緊 全部都放開 不要再想 讓身體好好休息一會兒 讓身體好好休息一會兒 當你準備好 出來了的時候 就動一下手指 腳趾 可能將腳板貼到脊子裡 然後轉向入面 拍回到入面 慢慢可以坐起來 上手合掌 最後一次一起在這裡深呼吸 Namaste 再次練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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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休息一會兒